CEO Mark Zuckerberg Pledged a year of efficiency for the company 脸书母公司Meta首计猜测乐观 并将扩大买回库藏股 一号在美股的盘后股价飙涨 约20%也激励台股的元宇宙概念股 宏达电冲涨停板 威盛也逼近涨停 威风电子大涨约6% 华逊预创也强涨 市调机构估计今年全球相关的装置 出货量年增31.5% 到了2026年上看3510万台 元宇宙族群大发威宏达电 亮灯涨停台股也收红 中场上涨175点 收在15595点 成交量超过2700亿元 反映FED升息印码之后 态度转为比较鸽派 因此美国科技股表现是强势的 那这个也联动到台股 在元宇宙的一个部分来看的话 受到META财报的一个利多刺激 元宇宙的一个个股 因为基金也比较低 元宇宙题材篡起 吸引短线的资金涌入 当冲热有望再起 台股的焦点还有它 股王宝座再度溢主 信华大涨超过5% 以2275元作收 超车大力光重登台股的股王 而全职股买盘强劲 台积电涨10块钱 占上540元联电联发科也向上攻 美元走弱台币走强的关系 所以热钱流入台股 基本上选择的标的都是以大型的股票为主 那其中像是台积联电这一些 都是外资点火的标的 大盘依旧站在年限之上 更创下了七个月的新高 三大法人买超237.11亿元 外资连13个交易日买超 推升金兔年的台股 持续活蹦乱跳 三立新闻 欧俊杰李文科台北报道